哈哈哈哈 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将会一起来玩泡泡糖的自动售货机玩具 这是小猪佩奇 她会跟我们一起来买泡泡糖啊 苏西洋呢也来了 小猪佩奇跟苏西洋一起来吃泡泡糖啊 哇哦 赶快来看看这个泡泡糖机是怎么玩的吧 今天我们要开盒子里面的这一款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有介绍红色的这一款 一起来看看盒子上都画了些什么吧 泡泡糖可以从螺旋的轨道中滑下来 看看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呢 是个蓝色的 是个蓝色的树形的泡泡糖机 可以压它的头 嘟嘟嘟嘟嘟 泡泡糖就会从里面掉出来 咱们还是先装泡泡糖进去吧 这一整盒就是彩色的泡泡糖 看看一整盒倒进去够不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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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咱们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 压 哦 第一颗出现了 是个红色的泡泡糖 每一次掉出来什么颜色呢 我们并不知道呀 要试过才知道 这一次是黄色的 好大一颗呢 再试一次 这一次我们要让它出很多很多 看 泡泡糖就像在跳舞 五颜六色的 多漂亮呀 好啦 够了 我们再来试试另外一个泡泡糖机吧 从这里可以打开放泡泡糖进去 这里有一个旋钮 一旋就会出一颗出来 一旋就会出一颗出来 每一次的颜色都不同呢 每一次的颜色都不同呢 每一次都有一个惊喜 这是紫色的 这是紫色 再一起来看看 另外一款吧 这是超大款的投币泡泡糖机 盖子在上面 这个圆形的洞呢就是用来投币的 钱币会掉到下面 打开下面就能把钱币拿出来 自己投币 自己还能得到自己投的钱呢 咱们来试一下这一款吧 把硬币放到这个小孔中 然后旋转 硬币不见了 泡泡糖却出现了 这是一颗蓝色的 再试一次 旋转 这次出现粉红色了 小猪佩奇来了 她也想试试看 那我们就帮她也买一个泡泡糖吧 看看她会得到什么颜色呢 哇哦是蓝色 你喜欢吗 还行吗 这次是红色 可是恶可是一个好习惯 现在是苏西洋和佩奇 来享用他们泡泡糖的时间了 哦 你们可别都咽下去啊 这是泡泡糖 不是糖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北美玩具 今天我们将一起来玩可以变魔法的微波炉 一起看看它又会变出什么来呢 这是一桶红色的赔乐多黏土 打开看一下 看是全新的哦 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到微波炉中 打开看一下 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哇难道沿途被融化了吗 里面好像很有东西 看看是什么东西呢 看到了吗 原来是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 你怎么会跑到黏土里去了 嘿大家好 我是佩奇 再来看另外一桶黏土吧 这是紫红色的黏土 把它也放到微波炉中 看看这次会发生什么呢 黏土又被融化了 这里面藏了什么 哈哈原来是闪电麦坤呀 让它跑一下试试看 接下来再来看蓝色的黏土吧 四亿 盐 這個 vocabulary 词译制作 lived 诟 intricate免 译制作人 词译制作人 看 蓝色的黏土也被融化了 软软的黏土还真好玩呢 里面的宝贝出现了 是什么呢 就是托马斯小火车呀 看它跑得多快呀 最后是裂下的黏土 看 也是全新的 里面的黏土也被融化了 真是太神奇了 这是什么玩具呢 看到了 是凯蒂猫 它还拿着中国的小灯笼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玩的 可以变魔法的微波炉 它把培勒多黏土全都融化了 里面还藏了很多有趣的小礼物 你们喜欢吗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留言点赞 订阅我们北美玩具的频道 在我们频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玩具视频 你们要记得过来收看哟 下期再见啦 感谢您收看北美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